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在原著第八回 如来在给众徒弟讲课时 专门提出 我官司大不咒 众生善恶 各方不依 我犀牛鹤舟者 不贪不杀 养气潜灵 虽无上针 人人固寿 这菩提祖师就在犀牛鹤舟 以他的水平 怎么可能连上针也算不了呢 为何就在如来鼻子下授徒 如来居然不知道 此外 菩提祖师 弟子众多 据他给孙悟空介绍 我门中有十二个字 分派起名 道你乃帝时被知晓徒一 孙悟空问道 那十二个字 祖师道 乃广大智慧 真如信海 也误原诀十二字 还悼念 正当悟字 与你起个法名 叫做孙悟空 这证明菩提祖师的徒弟至少上百人 但孙悟空在取经路上 既然一个也没见到 菩提祖师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其实 菩提祖师并没有消失 只是躲在了一个地方 能见到他的人绝少 哪里 三界 孙悟空学了长生不老树回去 结果被阎望勾魂 他第一个反应是 我学了长生不老树 跳出三界以外 不在五行中 怎么能勾魂呢 这证明菩提祖师其实才是真正躲在三界之外的 而孙悟空还在三界五行内 三界是指什么呢 三界指众生所居之欲界 侧界 侧侧界 乃一切有情动物生死往来的事迹 要云果报处 这样解释 可能很多人 妖猛 通俗地说 就是一切有欲望 有生死的地方 如果你到了空的境界 无欲无求 就脱离三界了 菩提祖师和众人 就生活在三界之外的地方 是西牛客州上的桃花园洞 他们隐居深山 无欲无求 如果有欲望的人 就去不了这个地方 只有悟到空的真理的人 才能无意间进入 孙悟空之前为何能到这里学艺 因为他那时心灵还没受到任何污染 正如原著中写的一样 侯王又道 我不信 人若骂我也不脑 若打我我也不撑 只是陪着礼儿就罢了 一生无幸 但是孙悟空学了本事之后 就变了 变得有个性爱表现了 因此这个时候菩提祖师 坚决要把他免下山 那么这三界之外 悟空之地在哪里呢? 邪悦三星洞 灵台方寸山 前者是一个心的邪法 后者也是一个心 也就是说 这三界之外 无欲之地 其实就在心里 需要悟 才能悟得到 因此 美侯王辈 菩提祖师取名为悟空 既然菩提祖师在孙悟空心上 那别人又怎么能知晓呢? 孙悟空一生争强好胜 又如何能静下心来悟呢? 这样自然见不到菩提祖师了 那么 菩提祖师在教孙悟空本领之前 为何要拿四门功课考验他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